江山無盡 這是一幅課堂教學的視頻 這一幅畫呢 表現站在山上 俯視下來 觀看江水 那這是屬於森園的過圖法 左邊的山峰下面有雲霧 遠處的江水 有兩艘船 表現江山無盡的這種感覺 我們準備的是生鮮紙 還有使用山麻筆來畫 那我一向是要求 一定要用磨的畫 這個磨的這個墨汁 來畫的話 它的墨運會比較好 用磨之除了方便以外 它的墨運並不好 而且呢 墨汁畫的作品去表背也容易暈開 甚至因為它帶有畫血的藥劑 防腐 所以對紙張久了以後容易腐爛 不好表存 所以還是要選擇用磨的墨 墨運才會好 我們先畫左邊的這個山峰 畫的時候要春叉一次來 一邊畫山的輪郭 一邊春滑 表現前後塊面還有山的肌理 紋理 然後要帶差筆表現山的質感 那現在呢 要準備畫一個山峰 比較瘦高的山峰 在這座山的前方 用春滑 用線條 表現山的圓塊的變化 在線條的表現上呢 要有粗細 乾絲 濃淡 等等的這個變化 我們蘸墨都一氣合成 畫到後來墨比較少也比較乾的 在處理量的地方 或者 準備要虛掉的地方 接著我們再繼續畫後面的山峰 山峰是利用這個春滑 還有這個春叉用筆表現出它的質感 接著我們來點這個山腳下的樹蟲 像現在點的這個是比較屬於雜木裂的樹蟲 因為它並不是在高海拔的地方 所以可以配一些雜木裂 因為下面就是薑水 再來再補一些山木 跟松樹 重新光 1顆 2-3 20 另外1 2 现在补的这个是松树 因为它在山脚下 第一个 一般松树在避风的地方 有山风帮它挡风 还有就是山脚的时候 这个土壤也回落 与水分也充足 所以一般松树 长得这个形状也就比较属于直干型的 比较没有 不像长在悬崖峭壁上的 会有歪歪扭扭的直干 这个有点像台湾高山的这个圆博 长在山谷 避风的地方 水分充足 它长得变成大的桥木 长在这个迎风面或山风陵线 就变成这个浮雾在地面的 歪歪扭扭的这个 转折变化 很丰富的这个 低矮的树干 我们再点的是胎点 来增加山风的变化 因为在原始的山风上 水分也比较少 所以顶多是生长一些比较低矮的树木 在山的零线上比较平滑的地方 我们再补一些山木跟松树裂的 因为山高 所以我们树不要画太大 才能够表现它高原的感觉 现在再来补这个云雾中的第二层的树 也是加一些山木跟最前面的树协调 也是加一些山木跟最前面的树协调 还有呼应 这一层的树虫就比较默设 比较淡 它们之间有云雾 这个缭绕 在比较远的地方 我们再加一些树虫 我们再加一些树话 越远速就越小 从最近的这一排比较大 第二排就稍微小 第三排更小 然后山顶上的画的又更小 这样就能够表现远近 这个层次跟空间出来 现在加的是江边的这个岸边 江岸跟这个沙桌的椅子 那现在再加右边的沙桌 把江水的范围流出来 这个沫就要越来越淡了 现在画更远的远山 拿下面留云雾 现在补的是岸边 岸边跟山峰之间 这个有个云雾 这个地方更远的岸边 可以把江水让它弯远推得更远 表现出江山无尽的感觉 然后我们就用着测笔来画出两艘船 简约的用写意的方式来表达 写意画就是要抓出行神兼迹的感觉 这个就是局部特写的两艘船 就是有那个船的那个神韵 不一定要很写实的画出来 那画面干了之后 我们现在开始蓝墨 蓝墨分出明暗 这样才能够表现立体感 原则上这个突出来的亮凹进去的暗 前亮后暗 当然这个要看三十的变化来渲染 底下云雾的地方就是要流出来 底下云雾的地方就是要流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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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